受疫情影响澳门博彩收入持续缩减 上个月的收入一共17亿澳门元 按年大跌九成多 有业内人士说如果经营情况持续不理想 博彩企业可能要缩减规模 或者将业务转移到外地 驻澳门记者黄慧之报道 澳门博监局公布 5月份博彩无收入为17亿6400万澳门元 高于4月份的7亿5400万 但按年仍然大跌93.2 而今年头5个月累计330亿0400万元 按年下跌73.7% 有业内人士说早前有消息指 越国澳三地今个月初就可以恢复通关 不过香港再有新冠肺炎本地感染个案 担心会延后通关时间 加上美国威胁制裁香港 博企会考虑缩减规模 甚至将业务重心转移到外地 澳门现在的博企 在经济上资金上应该就没什么大问题的 没什么大问题的 但是你说它愿不愿意继续 在一个很严重的不确定因素之下 又不知道自己未来的情况 会不会转好或者急速转好的情况下 愿意再用一个死守的态度去等 这个又是一个问号来的 至于香港的国安法 会不会令澳门的美资赌场 撤离澳门 林继光说暂时未见到有关情况 而他亦都很希望美资公司之后 能够顺利拿到赌牌 来证明澳门坚守一国两制 无线电视专澳门记者黄慧之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资金